其实昨天的6.6%有很多半导体厂商是受伤的 连电他们说我们的机台都没办法运作 对 没错 像这种半导体 它只要一地震停机的话 在生产线上的所有细菌员 那个半成品全部都怎么样 全部都报废 要全部都报废的话 当然就是后面这慢慢就做 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 来 台积电说部分机台已经停摆了 连电说部分机台确实也停摆 而且受损了 还要重新开机等等 一头拉骨的半导体厂商都说他们确实受到影响 但我们搞不太清楚 就是他们停机或停摆的影响很大吗 停响真的很大 其实就有研究机构在预估 如果说因为地震台湾这边受损的话 如果说以族客来讲停一个月 停一个月的话 如果说以台湾来说 族客可能就是减少45%的这个经元的产数 对不对 但是以全球来讲 全球那一个月的损失会93亿美金 你不要不信 台湾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地震 一次是什么 1999年的91大地震 921 对那次真的很恐怖 那次两个礼拜 结果台湾的半导体花了两个礼拜才复工 那两个礼拜 大家加一加基本上损失300亿台币 300亿啊 对 那第二次是2016年的台南地震 那次是6.7 6.7 那时候台积电 台电的12寸金元 基本上损失3万片 那损失3万片的话 3万片其实那时候代工 如果说以一片 差不多8000块美金来讲的话 你这样乘一乘的话 光损失就何台币80亿 这是损失哦 我还没有讲少赚的哦 什么叫少赚 我停工 我是不是有些晶片会延迟出货 对不对 延迟出货 光延迟出货那7天啊 晶片涨了10%到20% 也就是说什么 10%到20%台积电少赚20亿 你80亿 损失的80亿加上少赚20亿 损失多少 也是100亿 而且其实不止地震 甚至像高铁的震动也会影响 那种震也很怕 对也很怕 因为像高铁的时候 其实高铁在南科那边 南部那边有一个两公里的路段 是经过南部科学院区的 是 当时在那个路段 因为300公里附近 那是我三家厂商 一家叫华邦店 一家叫系统 一家叫什么 一家又是台积电 因为这个高铁 因为它时速300公里经过了 其实会有产生一点点的震动 这样也不行 所以这三家公司怎么样 这家公司 测资 签厂 也是一样都损失 华邦店系统跟台积电 对 那其实如果说 我们从昨天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都说什么 都有停机 但是你目前来听说 来看好像没有很大的损失 它停机 它一停机 它线上所有的金额都报废了吗 对 全部都报废了 对 也就是 其实就我们来讲 应该是损失有限 为什么损失有限 因为说真的 我刚刚讲 我们911是1999年 对不对 对 到目前为止 已经经过20几年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厂房 特别是半导体的设备厂 他们都提高了 耐震的一些黑科技 对 没错 就是有些黑科技 就是我减少 因为台湾版就地震的地方 我当时我要盖厂的话 一定要想到说 我后面会有地震 那地震的话 当然就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无城市的 那个减震的那个基座 也就是说什么 我现在无城市一台 都一亿多美金 对不对 我不是盖在地板上 我是盖在金属上面什么 盖在金属上面 那个无城市那个钢板上面 也就是说 当地震来的时候 我下面会摇 我上面是不会摇的 我上面的基台是尽量不摇 虽然说如果说真的很大 我还是会摇 就是上面的基台尽量不摇 下面的基座再摇 但是这样什么 减少什么 减少就是因为地震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位移误差 然后后面造成良力问题 防径基座 对 第二个就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加强 我那个建筑物的结构 结构像那个结构 现在又加装什么 加装阻尼器嘛 那加装阻尼器是什么 像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 如果说地震的话 没加装的咬得很凶 有加装的比较不摇 那除了比较不摇以外 地基都打很深 像一般的半导体厂 如果说没有那个先进设备的 基本上要挖多少 差不多挖一层楼的深而已 但如果说像台积电的话 台积电 我们昨天是六点多的地震 对不对 台积电的防征措施 已经做到八级 八级来他都不怕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地基不是挖一层 他挖了三层 而且打了很深的什么 打了很深的混泥土的土装 他用这个部分 甚至于像今天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预警的部分 地震来的时候会预警 比如说预警在十几秒之前 地震还没来十几秒之前 系统就开始叫了 说地震来 然后你要干嘛 该停机就停机 该做防御就开始做防御 所以半导体厂都装自己的地震预警 对 没错 但这很贵 一年就好几百万 好 所以今天的设备股表现不错 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我们这一次为什么受损比较轻呢 因为我们的设备厂经历了921之后 我们现在所有的半导体厂的防震 地震都做得很好 对 没错 那台电今天也没有跌 昨天地震今天也没有跌 那没有跌的话 如果说我们来看设备股的话 比如像这个地方 虽然说好几次都不要再涨 但娟姐其实主要分两个部分 像森阳办 中沙跟星云 他们都属于再生经营的部分 冲疫跟万润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先进封装 其实就再生经营跟先进封装 这是台电今年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像先进封装 之前是不是那个M1MAX M1ALTRA退出对不对 M1ALTRA 娟姐 M1ALTRA是两个M1MAX合在一起 对不对 M1MAX它是5奈米的 也就是说5奈米 4奈米 3奈米 这个你要推进的那个奈米素 其实越来越难做 但是如果说我用先进封装的话 我可以做到更好的效能 所以5奈米封装起来 现在是屌打所有的晶片 所以台电基本上是知道什么 知道说我要开始往先进封装这部分 再来呢 打遍天下无敌手 对 再来这个再生经营对不对 台电自己本身就有5座厂 后面要完工 全球后面还有29座晶片厂要完工 那细晶圆这几年有人扩厂 但是再生经营呢 没什么能扩厂 但是你在做晶片的时候 你不能没有再生经营 所以怎么样 所以台电先要干嘛 要固装 那固装的话 以这两个产业来看的话 有一支股票 就是中砂 它这两个领域都有的 所以你会不会你要看它 你要特别看它 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领域的重点 那再来 它是台电认可的一个两厂商 那个都要通过认证的 在先进制程里面 你封装完之后 你要切割对不对 你用刀片切吗 不是嘛 用钻石碟切嘛 钻石碟之前台电是跟美国买 那美国那个厂商 因为中砂通过认证了 所以现在台电跟中砂买 现在不止什么 不是5nm 4nm 3nm 中砂全部做进去了 所以中砂现在是台电 最大的钻石碟供应商 就是都是他了 再来呢 再生经营的部分 要涨价 不是要涨价 刚不是说很吃紧 这一季 第一季已经涨价了 后面呢 后面可能还很吃紧的话 继续涨价 那涨价的话 基本上它有利毛利率嘛 也就是基本面没有问题 再来呢 我们看筹码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 筹码的部分 这个是大户持股比 大户持股比其实连续在上升 连续在上升 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投信啊 现在三月底投信在作帐啊 投信 每天都在买 每天买每天买 一直买 买到今天都还在买 好那我们看1560的日K线 我们用加水来看比较清楚 这是在今天盘装走势 日K线在今天拉出长红 可以帮站上所有均线 而且不只让他说均线 这算不算追高啊 在这里 娟姐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什么追高 说小一点说小一点来看 才知道有没有追高 这个在创新高 怎么没有追高啊 娟姐来你下面打投信 投信都敢追了 你为什么不敢追 投信口袋深啊 对娟姐好跟你讲 投信口袋深 而且投信玩别人的钱啊 我玩我自己的啊 对那娟姐 你现在是不是会怕说 它会不会忽然倒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结账的部分 当然就是第一个 投信如果说一直买 一直买 买到创新高的话 你要看它持股比例带多少 投信虽然说一直买 现在持股比例 买到5%而已啦 5%代表什么 代表它后面 它还有空间 它还有很多的加码空间 所以像这种产业前景队的话 产业前景队 然后反应又再买 筹码又没有错的话 像这种就是创新高 它这创新高震荡一下 创新高 还会再上 代表就是上面根本没什么压力 好我们回到宫格来看 好除了中山之外呢 其实再回到宫格 在今天半导体里头 最强的其实是深阳半导体 帮我们来看这档个国好不好 深阳半导体8028 对基本上它是 今天它是11年 省你过后拉出第一根 就锁涨停 对它也是什么 可以线来看一下 它也是那个 战胜军园的 战胜军园 你中山都已经长成这样子 这些这些都没长到 这些比较少了 我感觉他没头信 他头信是空的 头信他没有的 他头码没有中山那么漂亮 对他头码没有中山 中山是大物码 头信一直锁码 那这次股票 虽然说今天走得很漂亮 但是我个人认为 你勤贼先请帮 色联先生嘛 你要买要先买 会领头创新高的股票 我们来看 头信股有没有可能 在现在气氛不错的情况之下 一路做账到月底 那这些强嘎供的个股 包括新唐和智行 在这些穿下新高 又能不能追呢 稍后我们也来谈谈 比大盘更强 量价都现过高的IC设计 又是不是现在做多的好标的 我们先来谈头信索马了 周琳 头信气氛好的话 应该会一路做到月底 对 基本上应该没错 反正它已经36买了 都已经头洗下去了 不少 连36买 而且现在气氛非常好 甚至于你看OTC OTC现在也在站上月线 站上年线 来看OTC OTC其实是比大盘强 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而且它是有量的 大盘基本上量的越来越少 OTC基本上是都红的 而且量是放大 就代表头信有认真在做 对 代表头信这地方 应该他发觉说 不会再跌了 对 要做多 好 那我们来看 头信今天买了什么呢 买博智 长荣航空 赵峰金 华通 金元电子 买了双红 新唐 新光钢 景硕和南电 我们如果从宫格的角度来看 其实有不少头信索马骨 最近在嘎空 对 其实头信 你看头信就看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它当天的头本比 最少要0.1 好的话0.3以上最好 再来就是他们连续买 那我们先讲一支不要买的 不要买的 比较危险 不然说不要买 比较危险的 这个创围 这个林氏创围 对 因为其实头信已经连续三天在卖了 那连续三天在卖的话 来 盘中走市要看一下 盘中走市 因为这个很恐怖的 早上穿完了 15相丢花年下来 这走市真是走市 所以这五湯啊 这不优的 快涨停 结果收盘 这跌九块 也就是今天就来回就十几趟了 好 这个借过就好 千万不要再碰了 这天边的彩虹我真的不要追 好 来 回到宫格 所以小心创围 那其他呢 其他其实都各有利基 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安全保守的 你要赚什么殖利率的 中红你可以留意 中红钢铁 因为它去年配2块8嘛 2块8如果说以它股价来算 还有5%以上 好 所以这是稳健保守型的人 如果你要搭头型的轿子 这一档不错 那如果是意高胆大型的 意高胆大哦 看车员的部分 车用基本上它的趋势 趋势股基本上不太会转变 就是新唐跟光洁 这两支都是车用 那光洁我们年初的时候 也讲过这一段 然后它现在产品要涨价了 所以又来了 但是如果说短天上你要看的话 我个人还是 4919 来 我来看一下4919 盘中走势也是很精彩 早上走高只有一路震荡 之后尾盘急拉 几乎要直逼涨停摆 这个昨天 对 陈燕昨天有讲一下 但是我的看法是 这支股票其实还是可以留意 还是可以追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 可以追吗 因为现在19.5 为什么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中砂 中砂创新高嘛 然后头信只股5% 然后头信也是连买 中砂的状况跟新唐级非常类似 这两支基本上很类似 为什么 你看新唐级点上也是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 创新高 头信怎么样 头信就连续买 而且头信 虽然说买到现在 你看他连续买 持股一样只有5% 后面还有很多的加码空间 而且他今年 他那个车用MCU 其实MCU三支都在找 所以他是有趋势性的 趋势性的话 其实他就龙头 好